现在正是影视市场蓬勃发展的时候,因为疫情得到了缓解,所以一大批的影视作品选择在这个时候上映,压抑了许久的影视市场终于迎来了大爆发,一直非常受人期待的《安乐传》在开拍的时候就非常火热。 如今,这部剧已经是杀青代播状态,网上关于这部剧的消息和讨论也是非常的多,再加上迪乐巴和龚俊两人的组合,这部剧想不火都难。 粉丝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两个人能够在剧里面带来一些惊喜,据了解于去年11月,就已正式官宣杀新的这部《古装新剧安乐传》,由山河令导演程志超马华干,与苏菲联合指导,第六八龚俊刘宇宁领衔主演,堪称又一部《古装全谋大剧》,该剧改编自零星所著的架空历史小说《帝皇叔》,主要讲述了因家族突遭变故而流落民间的名门之后, 女主任安乐意外获得太子寒夜赏识,成为其宫中幕僚,后来,在任安乐的金星运筹帷幄下,太子寒夜屡立其宫颇受圣上看重,并最终帮助安乐查明当年真相,为家族喜情渊去的《古装全谋立志》故事,可以看出《安乐传》是一个典型的大女主剧剧本。 因为这部剧《杀青时间》不算短了,为了保持热度,演员在剧中的造型路透隔三差五也会被送上热搜,保持曝光度。 在作品尚未官宣定档之前,新的路透造型就是维持作品与粉丝之间的粘合剂。 所以,当龚俊凭借《安乐传》中的蓝衣撑伞氛围感造型又掀起一波热度的时候也让人毫不意外,比起某些让人看了一头雾水的酱质性热搜,这种间断性发藏的颜值向营销观众的结实度还是很高的。 蓝衣造型简约而不简单,龚俊撑着黑色遮阳伞,站在一束繁花旁的画面颇为养眼。 比起自意轻狂的温客行,韩叶的蓝衣造型低调内敛,气质内敛,是另一种让人为之动容的风景。 话说回来,龚俊在《安乐传》中饰演男主韩叶并不简单,他低调行走江湖是为了肃清官场平定天下,隐藏身份还是一国太子。 目前放出的路透图中,他的造型颇为多变,有风流与温柔并存的俊朗少年,还有眉眼男眼伶俐的华福贵族。 除了男主公军外,《安乐传》中迪乐巴饰演的女主更是颜值担当,她的每一套造型路透曝光都自带高光。 根据不完全统计,任安乐的红衣造型路透至少上过十次热搜,明艳如火的红色系服穿在她身上有种浑然天成的感觉,一颧一笑间皆是少女的俏丽与灵动。 如果说穿着普通红衣的热巴像是二月之头摇曳的花朵,那么身穿红色工装的人安乐举手投足间则尽显霸气,让人不禁为之臣服。 都说自古红蓝出CP,迪乐巴的红衣和工军的蓝衣几乎平分球色,已经将观众的期待值拉满了。 除了红衣,热巴在安乐传里的其他造型也颇为养眼,有白衣圣雪的高洁,还有蓝色工装的复古华丽,仿佛下一秒就能上演贵妃醉酒的名场面。 就在前段时间,安乐传再放出路透照,照片中两人形影不离,无论走到哪儿都是牵手相依。 迪乐巴身着粉红色的丝继长裙,搭配浅蓝色的抹胸,烈焰红唇,阳光下明眼动人。 工军蓝色长袍乌黑的头发,衬得皮肤白紧,置身于红花绿草满园春色的庭院中。 两人携手快步走着,边走边交谈,微风吹拂着工军的长袍,他一只手握着迪乐巴的手腕,应该是走得快,防止他摔着了。 暖心的举动,网友,养心养眼的美人谁也不喜欢看呢,简直骨偶天花板,太爱他们这种身高体型差了。 另一张剪影照中,两人连影子都很般配,两人同框氛围感拉满了。 看过小说,这剪影倒是挺有内味的呀,好会拍呀,直接做海报吧,简直将氛围感拉满了。 没想到,两人的影子都这么好看,深情对视的恋爱氛围感太棒了,看起来就跟真的小情侣一样。 在《安乐传》的《沙青合照》中,迪乐巴身穿剧中的白色长裙,怀里抱着一大捧鲜花,准个人看起来又嫩又可爱。 一旁的工军也是剧中的造型,两位农演戏代表人物站在一起,简直满满的CP感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次的路透中还有一张重量级嘉宾,原来这次曝光的《安乐传》路透图是男女主角在床东。 照片中的迪乐巴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衣服趴在了龚俊的胸前,龚俊看起来一脸懵,甚至还瞪大了双眼。 这个拥抱看起来应该是个意外,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出龚俊和迪乐巴的CP感很强,两个人很有福气象。 其实,这部剧在刚公布选角的时候,就获得了众多原著粉丝的支持与认可。 就两位路透出来的图片来看,古装还是非常的惊艳,粉丝们纷纷表示找对角色了。 要知道当初迪乐巴的古装并不被人看好,不过在这部剧里面迎来了大逆袭。 在这部剧里,不管是服装还是人物的妆容都非常精致,让观众们感叹这部剧的辅导化实在是太专业了。 迪乐巴也是凭借着这部剧里面的古装扮相,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他不适合古装的质疑。 在这部剧里面,他的古装造型十分惊艳,不管是在服装的细节还是人物的还原上都表现得十分完美。 也让粉丝们纷纷感叹,迪乐巴终于是找到适合他的古装了。 在另一边,龚俊的造型同样十分惊艳,两人站在一起CP感十足,让粉丝们觉得他们站在一起就好像是天生的一对。 虽然粉丝对于路透图的曝光很高兴,但路透图也备受争议。 这已经不是《安乐传》第一次被路透,之前也出现了很多路透图。 对于这种路透图,龚俊之前就表示并不是剧组放出去的,是一些专门带拍的人拍摄的。 这些带拍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 虽然剧组的保密工作已经很好了,但带拍为了拍照,不仅偷偷爬墙进入剧组,有的人甚至挖地洞,爬到假山上真的非常危险。 对于这样的行为,龚俊真的是很不赞成的,不仅是因为剧情被透露,还因为这些行为可能让带拍处于危险之中。 希望粉丝能够理智一点,我觉得粉丝想要拍照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,毕竟是自己喜欢的明星。 他们想第一时间了解偶像新剧的情况,但追星也应该理智,不能过度给别人造成困扰。 粉丝应该在剧组或者偶像允许的范围内拍照,而剧组也应该考虑粉丝的需求,不时地在网上晒一下剧照,来给粉丝放福利。 这样,粉丝不用再冒险去拍照,剧组也不用一直防备,还能顺便宣传一波,何乐而不为呢? 虽说《安乐传》还未订档,但据网传消息来看,这部剧应该会在暑期档上线。 毕竟双顶流出演过,可以说是自带流量,而且最近迪勒巴主演的仙侠剧《与君初相识》也是热度口碑双双爆棚,让人看到了它的抗拒能力,还是蛮期待《安乐传》上线呢。